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介绍这本新书很特别 第一就是最新的题材 第二就是这本书是没有一个人写的 是多位作者的核责 因为今天这么多朋友来参加 我希望我们有点注意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举那些政治标语 还有有什么发言都可以 我们QA的环节都可以问 OK 就把主题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角的嘉宾 这本书就是他主导的黄菊 欢迎大家 欢迎 各位 今天我们很难得有机会来讨论 香港政治一个很敏感的题目 就是我们的法治 今天来之前 我有些亲戚朋友说 你来说什么 血色旺角 说这个 旺角黑夜 好像是黑社会的电影 好像是一个 可能牵涉暴力 是不是有一些牙烟 我觉得香港的问题 是没有任何我们需要 是要说要牙烟的 因为 正如这个 美国那个 小罗斯福总统 他说 这个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 我们是 没有任何的恐惧 只是恐惧 恐惧本身而已 就是说 香港这个城市 我们是一种 智慧 和一种 对法律的精神的一个崇尚 是能够 谈任何的问题 大连初一 那个 旺角的暴乱事件 其实在香港历史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页 那怎么来看这件事 在整个香港的舆论界 是其实非常分歧的 但是呢 我们从亚洲周刊 一个全球环的事 是看到一个很危险的倾向 就是说 我们将很多的暴力 是将它美化了 是一个香港的非常危险的 这种危险呢 其实在于 我们其实在整个思考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盲点 就是说 在过去这几年 香港人追求民主 但是呢 是不是我就要 赔上我们的法治 就是说 民主到最后 是不是一个包装呢 是成为我们可以 危害我们的法治的底线 那香港 其实 绝大部分的民意呢 是支持走向一个民主的道路 但是呢 我们的法治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 如果不是呢 好像在年初 大家在现场看电视的时候呢 哇 看到很多的人拿着砖 去挖出来 去扔那些警察 打到天亮 大家都以为自己 在看中东的一个城市 几个暴乱事件 原来发现是我们的 东方之珠 这个香港的城市 所以在旺角的血色 和夜色的交钱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 旺角的前世的今生 我们的前世 就是说 在我们前年的 占中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 一个understatement 就是说 我们要 违法达义 我们要公民抗命 那这个好像看来 是一个很崇高的追求 但其实呢 就引伏了 一个对法治的破坏 就是说 我只要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的目的 我就可以 破坏这个法治 我就可以打警察 我就可以挖砖 我就可以 任何的流血 那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警惕的 那另外呢 其实 在旺角的血色里面呢 我看到一种心理的状态呢 就是说 将香港所有的事 就将它两极化 将它简单化 就是旺角 我出来暴乱的人 说我自己 是一个正义的知识 而警察 香港政府 大陆政府 就是妖魔来的 就是魔鬼 我们呢 就是天使来的 那就是一种天使 对抗魔鬼的两极化的心态里面呢 造成一种 很多年轻人 在网上被 鼓动 被鼓励 那样东西呢 是香港的悲哀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旺角的暴乱事件 出现了一个 很多 有关港独的标语出来 有关港独的主张 是越来越厉害的 那它们透过 Facebook的动员呢 是影响很多年轻人 但是 其实 很多人说 港独 是不是香港的 年轻人的 天然独 好像台湾 蔡英文说 那其实 你仔细的研究呢 其实香港的 很多的主张的人呢 都是中年人 老年人 好像陈云 好像这个 王毓敏 这些都是老人家 都是中老年人来的 那其实 港独的问题 在香港的政治 光谱里面呢 亦都是一个危险的倾向 就是说 很多泛民的人 在这方面 是非常曖昧 他们觉得 可以认为 港独可以成为 一种武器 来争取民主 第一件事 从民主发展的策略来说 刚刚是一个 自毁长城之举 就是说 如果你跟 北京政府说 我要用港独 来争取民主 其实刚刚呢 就是会 就是 识得其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对中国大陆政府来说 对中国十四亿人来说 你如果你说搞港独呢 他就很容易调动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来压制你 反而香港 如何去追求民主 如何去追求法治的问题呢 就变成了一个 模糊的焦点 这件事呢 在香港 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需要注意我们的策略呢 用港独来争取民主呢 其实是一种 自毁长城 识得其反的一种策略 其实全世界人 大家都知道 港独是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但是呢 他是一种 成事不足 败事有缘 对香港的福祉 对香港人的利益 是一个极大的损害 我想一会 好几位很厉害的作家 或者是校长何汉拳 去讲一下香港的历史 其实跟中国历史是交纏在一起的 很多的 我们所熟悉的最本土的东西 其实也是最中国的东西 这方面呢 待会我们的港者会继续发挥的 总之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 法治是香港的底线 是不容破坏的 追求中国的民主 和追求香港的民主 是我们一个永恒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希望 我们用一种理性的 有智慧的策略 和呢 是一种开放的 一种坦率的精神 可以今天大家公开来讨论 但是我们是要 谴责任何的暴力 我们谴责任何的 一些摧残法治的一种手段 香港的民主 是建基 是一个法治的精神 这是我们永远 是不可以放弃的底线 OK 多谢大家 好 多谢邮仲 今天我们 除了邮仲之外 还有五位嘉宾 都是这本书的作者 现在我们会介绍 几位作者给大家 第一位是潘小姐 资深媒体人 第二位是陈律师 第三位是陈医生 陈医生 陈医生 这位是何校长 大家都谢谢 最后一位资深圳 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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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港大学生会的前会长 冯景欣 拘捕了三条罪 刑委 强陷进入 刑事恐吓 今天开车的时候 又听到另一段新闻 就是黄之锋 他们两年前 在佔中的时候 非法集会聚成 现在正在取冠法报告 一年前 差不多在同一天 又在这里 又在这里 又在讲演讲 我记得当时我的说法 就是在近年佔中的所有事上 受创最深 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学生 不幸严重 其实我现在心情是很不开心 就是很痛心 我觉得整件事 整个过程 如果你简单来说 由佔中去到黄国暴乱 直到现在最近 这些学生被拘捕 整个过程 我用两个字去总括 是一个沉沦的过程 刚才邱总也有说过 其实佔中有四个字 公文抗明 公文抗明 是一张很漂亮的包装 那张包装 表面上是一个 好像乌托邦式的桃花园 当时我也去到佔中 表面上学生很有理想 我们也会演讲 大家也会有很多食物分享 也会自己自发地 撿垃圾 但这张包装的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 港大校长马飞心华齿 是一个部门统治的种子 当时已经看到了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 当我有伟大的理想 我觉得我是对的话 其实我做什么都可以 包括什么呢 我可以霸一条路 不让你走 我可以欲警 粗言畏语 人格谋杀任何和我意见不相同的人 其实我自己觉得 大家有不同的政见是没问题的 香港有七百万人 可能有一千四百种想法 不要紧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真的 令我们觉得 现在很痛心的位置 就是当任何和我意见不同的人 我就去 倒转头欺压力 欺凌 其实 旺角暴乱 刚才说的一件事 当晚我自己看电视 整班人追着警察来打那一刻 其实是欺凌的 很明显 甚至平时 旺角暴乱 你见到那些人拉劫 你就追着去打 追着去罵 其实都是欺凌 其实那件事 也是当时 现在我们很流行的网上 我将那件事 走上去现实里面 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说话 就是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是有两条线 一条是法律的线 一条是道德的线 法律讲了很多 你不守法 另一条更高的线 其实是道德的线 我看到 尤其是由占中 或者路后来 九屋或者暴乱 你最见到的场面 就是戴着口罩 甚至遮住整个面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不肯承担 他做的行为 所引致的后果 当有记者拍到他的时候 他可以打记者 弄烂他的相机 当后来梁天琦开记者会 那些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对记者的时候 他的答案就是 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沙石 也不肯去道歉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我记得很多次 而当有些人问 对领导这些暴动事件的人 问他们的时候 他就说 其他人我不认识他的 在网上自己来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做一个领导 他不愿意承担 一个领袖应该做的事 也没有考虑到 跟着他的群众 他们的安危是如何 没有想到 在旺国的时候有人中火 也没有考虑到 那些旺国居民 会否因为你追求你所谓的理想 而引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这个道德底线的失落 是导致后来很多事情的发生 比如冯敬恩这件 港大围堵的事件 你会看到他们 是禁锢的校围 不让他出来 粗言说要骂人 甚至说明是保密原则 而事后可以有很多的录音流出来 出以反应 首先最近政府说 立法会要签一个声明 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声明 对还是不对 但当我听到一种声音 就说签不就签吧 签完之后我可以照反 他可以对自己所说的 不需要守承诺 无所谓 我说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是指对你没有底线 他对自己很有底线 譬如当黄台阳 去号召玉石区坟之后 他自己不见到人 跑了去 他很保护自己 他只是打破你的相机 只是打你 他不希望自己被抓 没有想过 当年我也是很生气 当初在占中的时候 有些人走出来 散播了一种感觉 就是说不用怕 公民抗命是可以的 我有很多律师团队 到时会帮你打官司 有一种感觉 就像我做一些事 是不用买单的 或者是社会买单 我是不用买单 我没事的 有很多人会保护我 有一种感觉 令到一班年轻人 一不断这样想 这个整个气氛 但我认为到最近 其实有点逆转了 我记得在最近 四级火的时候 几乎在同一天 当有两个消防员殉职的时候 同一天 黄台仰和梁天琦 是被加控更多的罪名 是上法庭 和转介到地方法院 其实记者已经对这段 新闻没有什么兴趣 大家开始 当你看到真正正义的东西 和一些假正义的东西 市民的心里是分得到的 哪些是保护香港 哪些人是摧毁香港 哪些人是真的摒持正义 而哪些人是拿着正义的包装 而包着一些 其实是否是肢体暴力 和语言暴力的东西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所以我觉得 虽然有这么多 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我又会觉得邪不能胜正 大家心里心清眼亮 会知道是怎样 未来立法会选举 会有新一轮的激战 在这里的时候 我也觉得 新一轮的讨论 可能大家集中在那里 声明或者一国两制 这些事情 我特别想说一点 我觉得也很奇怪 一方面 有一帮人走出来 就说要港独 一国两制 但另一方面 他们希望加入建制 拿政府的资源 和俸禄 那笔钱 究竟你的原则在哪里呢 为什么你这么自相矛盾 我先不论我和不同意你的说法 为什么可以这么奇怪 你将来要宣誓 那你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对于这一帮不断去争取民主自由的人 永远同时不去尊重和有不同意见的人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位置 对于自己身处 拿着特区护照 又反对一国两制 那原则在哪里呢 那个自相矛盾的位置 你怎么解决呢 未来还有很多这些情况 我先说到这里 留下大家再讨论 好吗 谢谢梁梁 谢谢梁梁 好 潘小姐提出了一个观点 战中和王国的暴论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学生 学生子女这一代 这个暴论究竟是演出了什么争论呢 我们有请陈医生 曾经和陈医生 和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谢谢主持 首先在开诗之前 要多谢邮总 因为我记得 刚才问John 我说 上次大家坐在这里 是一年之前 那时候我们也是 几个朋友 得到邮总的邀请之下 我们出了一本书 有关于战中 今年我刚才看到一次 叫《血洗旺角》 我最希望明年七月 我最希望 都邀请出另一本书 叫《香港重生》 《香港重生》 是怎样呢 看看以后大家 如何做 未来的一年 我刚才跟John 我计算的时候 听到Carmen 说了很多 发生的事情 好像一幕幕的情景 大家都觉得 幕幕电视 画面不停在大眼前出现 其实是五个月之前的事情 二月初 年初一 到现在 其实是五个月 其实不是很久的时间 很幸运地 我们有这本书 把我们的看法 放在一起 作为将来的记录 或者 其实我是比较想说 将来香港应该如何走 我个人的意见 不过也在这里 说几句 有关于整个旺角的事件 那 Carmen 刚才也没有提到 当初他们叫这件事 叫做《鱼蛋革命》 但是其实 回想起来 我想不到一幅想看到那些鱼蛋 就是全部 都是被人借题发挥 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在农历新年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借助了一个很大的混乱 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当时的本土派在 新界东宝选中 是拉票的 我想这个大家都 同意我的看法 结果来说 其实他的设计很成功 虽然梁天琪没有赢 但是他的票数 令到很多人 是有点跌眼镜 或者是想不到他这么高票 特别在那时候 我记得那年 以前所谓相对激进的 的法文 例如长毛 被人变成温和派 当时梁天琪还说 法文已经是三分天下 这些是暂时的事 大家好像很久 就是这样 这套策略 其实是 对 除了温和的泛民 相对泛民 是要付出他的代价之外 其实整个社会 我们要承担的代价 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 是越来越政治化的了 即使可以说 是激进去抗争化 总之我们 凡事 都觉得有阴谋论在后面 背后一定有些不可个人的目的 例如我们政府的政策 譬如我自己是在医疗界 譬如医务委员会的改革 背后就会有些特陆医生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是大家没有看那个事实 去自己 写一个自己想听的故事 大家听了就相信 因为现在大家都可能很忙 看手机都可能看那个标题 没有机会再看里面的事 其实是那时候开始 香港现在都相当难做 你不要说在政府政策 就算你看看在 就算在建制派的内部 或者在泛民的内部 亦都是一样 很多互相猜忌 政治很碎片化 你看看最近立法会 刚开始报名 亦都很多发觉 自己人斗自己人 是前几届 我想你想都想不到会发生的 那情愿大家 抱着一起 逐一讲一起写 就没有想过 其实他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要去做参选 为什么要为香港做这件事 没有人再说 他的理念政纲 是相当少听了的 如果香港整个大环境 由以往我们很相信的 大家有规有矩 各样都要讲事实 各样都要跟医法 有法所医 去到今天什么都互相猜忌 去到这样我们香港的政治经济是怎样呢 就是这样 那当然 在今天香港的情况 我们当然不可以 将所有的责任推在皇国暴乱里面 譬如我们看全世界 现在你在英国最近脱钩的事件 你看整个社会都有很充斥着 一些不同的意见 令整个社会分裂 最近我因为6月24日当天我在伦敦 我去伦敦也有时候去探朋友去公告 我从来没有见过英国人 他们相对比较堪促的民族 是开口 大家是骂的 当时我想问 为什么好像香港那样呢 当时他们说 有些父母和子女 因为这件事是喊大架 当回来香港的时候 想想一下 我们也不是这么惨 其实可能这个风 已经吹到全世界都是 当然这件事 不可以说这样 我们是不去处理香港的事 那我就觉得 刚才我所说 再说回回头 当时我记得 网国暴乱那件事 刚才我说 不可以挂掉所有是 香港的暴乱 但当时我记得泛民主派的议员 他们当时都不敢立刻出来 说 谴责当时旺国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很担心网上压力 他们也在想自己的选票 到今天 我想再去追究责任 包括道德和政治上 我觉得是不太需要的 已经过去了 因为香港 刚才Carmen说得很对 今天最近我们的大火 令到香港人 其实是 人间友情的世界 大家还觉得 其实很多人都想香港好 这个令我有新的希望 反而我自己有点想法 整天都说 自诛死地而后生 会不会 那些不好的东西 快点出来 等明年香港 有个众春天 可以叫我们写一本 《香港再重生》 今天我希望 我使出的愿望 可以达到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你始终 慢慢拖 再拖久一点 其实真的很难回头 我很希望 今次立法会 大家用自己的选票 去说一些 不是为香港做野人走 不论你有什么政治理念 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尊重的 其实另外 在旺角暴乱 带出另一个 深层次的政治问题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比较多的人 开始向本土 或者是港独去谈邪 我待会John 会讲多些那方面的看法 其实所谓的本土 是什么呢 本土大家都认同 香港是很多好的地方 我觉得最担心的 是一个很拒终 拒绝接受中央的看法 或者是想把一国和两制分开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不要说是违反国家宪法 其实去质疑 就是把国家主权 我想大家 不应该去碰 我自己有机会做过 《基本法》推广的工作 所以一般的朋友 都不会特别去看《基本法》里 说什么 但其实 要在一国的前提下 才衍生了两制 而两制是从属于一国之中 这句话 留在我自己的心里 因为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体制 而给我们香港有这么特色的资本主义 是令到香港可以继续发展 发挥我们的优势 令到我们香港人 又继续享受一向以来好的生活 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在这里 也借今天的机会 希望各位朋友 也多谢你们今天 在一个星期四的中午 来吃完午餐 来两个小时 来听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分享 很多谢你们 也希望你们 不要只用自己的选票 用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的选票 希望在立法会 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也不希望看到 有更加令大家 和伤心的事情发生 在明年 真的可以做到香港的重生 多谢各位 好 多谢 很多谢陈医生 和我们分享 他提到 香港社会的政治法律 很明显 另外就是本土和港道 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请陈律师 他说这方面有很多见解 和我们分享 大家好 我记得去年 我是在台下讲的 我今年都一样 可能我的职业关系 我们去到法庭 一定是站在那里讲的 好像坐在那里 刚才陈医生说 他在英国 会发觉 虽然大家不同意见 但大家表达的意见 都很斯文 这个我今年都感受很深 为什么呢 我刚刚在英国回来 我参加我第二女儿的毕业礼 她在 Royal College Park 她有五百多个毕业生 未至六十五个学家 我去的时候 刚刚就是 你知道英国公投了 就决定了脱欧 但是她的学校 因为这么多国际学生 他们都希望留在欧洲 他们反对脱欧 但是偏偏 那天主持毕业礼的 叫做教务长 他叫做 叫做James Dyson 他很支持脱欧 全世界都知道她支持脱欧 那些学生对她很不满意 但是 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上到台上 毕业礼通常 就是 说了名字之后 出去和主持的握手 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 走过去 点头不同的握手 他和握手 走过去 只有这么多 当时我看到 我觉得 比对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香港 我们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就是 我们的做法 就是 就像潘艾琳所说的 就是 他认为 他的 那个 理想很崇高的时候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没有礼貌 我认为 这个感情 是有问题的 好了 说完这件事 我想讲回 我想讲的主题 就是 我今想讲的是 邱总给我的题目就是 本土和港独 这个题目就是 其实我在那本书里面 也有两篇文章 讲过这件事 那么 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 什么是本土呢 我就发觉 在2001年的时候 贝利亚政府上台四年之后 因为很多地方的声音 就说他不放权给他们 所以他们 有一个叫做新本土主义 那本土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回 主要是经济民生 包括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一个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关系里面 中央政府放更多权给地方政府 关于经济的政策 关于地方的经济建设 基础措施的建设 或者是 关于地方的 人才的引入 比较更多的权 或者改善民生 这些问题是比较更多的权 比地方 这是民生上的一些事情 如果地方争取到这样的权力的时候 是正面的 但是呢 同时 如果是本土主义 走到极端的时候 亦有负面的情况出现 包括什么呢 排挤外来的人 抗拒外来的企业 和他们争取 甚至抗拒外地的人才 进入本地 如果用这样的定义 来看本土主义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本土主义 由殖民地时代 到回归十几年 都没有出现过 直到近几年才出现 为什么呢 我沉思这个问题 我发觉原来我们香港 我们没有这个本土主义的问题 因为 其实香港从殖民地时代 开始 已经是相当的自主 自主的程度如何呢 我们有我们的货币 我们自主我们的经济政策 民生问题 我们自己香港本地的政府 是处理得到的 这些全部是正面的 但是没有负面的情况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知道在殖民地时代 香港 跟内地隔绝 我们争取 本土的权利 的对象 是香港政府 或者英国政府 但是英国政府 已经给了很多我们 我们现在不需要争取 变成了殖民地统治 本土主义没有出现道 因为 殖民地统治的事实 不是 殖民地政府 不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反而 它是我们的缓冲和屏障 就是和我们将香港和内地隔绝出来 变成了 从来本土主义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 近几年来出现了 问题就是说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我们无可避免地 香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 面对的是中央政府 以前我记得 我做律师的 这些客户说 国内的 他说 静民地时代 他说 我来香港 更难过去外国 大家可以在一句这样的说话里 想象到 香港是几个满土 当时 国内的人想来香港是很困难的 但大家都知道 回归之后不是这回事 国内的 双飞妈妈大量进来 国内的大量的大学生来欠学位 亦都香港开放给他们 国内大量的企业来香港 找食 争生意 直至国内大量的 游客来香港 真的影响到香港的一般市民 这样的时候 香港的人 那个本土主义 就开始出来了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是 和静民地时代不同 没有了静民地政府的缓冲 变成了 我们面对的是中央政府 变成了 在这个争取的过程里面 本土主义 不再是一个 经济的问题 不再是单纯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 政治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北京政府 而北京政府 经过本地的媒体 我想每天都说 就是它不民主 它是压制自由 很多负面的东西 令到 香港的年轻人 很多时候 对于 香港的中主国的政府 有一种抗拒 变成本土主义 慢慢慢慢演化成 不单只是经济民生的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分权的问题 就是香港想摆脱它 香港 年轻人想摆脱一个这样的现状 慢慢慢慢 大家都看到 就是要求所谓自决 所谓自治的呼声出现 当然这种看法 如果我承认别人来说 很幼稚 也不会有机会成功 但是 也反映到 我们目前 所处于一个政治的现实 就是香港 香港 一脚两脚之下 我们所拥有的民主 很有限 是一个了聋民主 只是在香港里面 而 大大不能够符合到 年轻人的要求 而他们想摆脱这种 这样的了聋民主的心态 我们很应该了解它 但是 怎样 怎样 可以摆脱现在 这样的困局的话 我想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香港 我们有一个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我们的法治 目前来说 香港 无论是 反对派的泛民也好 或者是政府也好 在政治上来说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弱势 弱势是什么呢? 站在政府来说 他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 因为他不是一个民选政府 所以他在 推行他的政治意识上 他没有这个能量 因为他没有一个 我们叫做manda 在泛民来说 一国两制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个了聋民主 他可以做到的事 是完全受这个两制 的框框之下 是远远达不到他的要求 所以在政治上 他也有一种无力感 而达至他有什么后果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 大家都在 将这个政治问题 摆在法律上 所以大家看到 所谓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的实质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知道这件事是犯法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法律是 一个恶法 所以我要抗命 我要违法 但是如果你在现实看 在公民抗命的过程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 真是犯法的年轻人 甚至是领导他们的成年人 告诉你 他犯的那条法是什么恶法 他没有的 他只是说我犯法 因为我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念 但是这件事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用法律 或者用犯法 来达至他的政治上的要求 那么现在 我们看到了 政府也用回同一个方式 立法会候选人要签个国认书 也都是 其实是用一个法律的手段 去限制了 某些人参选的权利 那也是达至一个政治的目的 如果是长此以往 大家都是用这些法律 去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你问我 怎样可以解决呢? 我今天不知道 但是我想 这个问题是 我想香港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 都要想一想 就是说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达至 刚才邱总所说 每一个人希望香港有民主 但是怎样达至呢?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想的 在想的过程里面 就要防止 我们走向 或者同情走向 港独的道路 多谢各位 多谢陈律师 和我们分享他对香港法治的 很多很精彩的展介 那 接下来 我们邀请周博士 周伯俊博士 周先生要跟我们分享 也是他对香港法治存在的问题的 一些看法 他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 有请周先生 各位下午好 恐怕我是唯一需要用普通话来讲的 各位广东话广东母好 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 旺角暴乱 在香港政治发展上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 解决香港错重复杂的问题 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第三个观点是 要守住两条底线 坚持一个方向 我这样讲大家能听明白吗 认识旺角暴乱的性质和意义 要有个比较 第一个 跟占领中环行动比 有两个不同点 第一个 占领中环行动 总的来说是和平的 但是旺角使用了暴力 第二个 占领中环行动的宗旨 是要求真普选 旺角的暴乱 虽然暴乱的发动者说 是为了小方 遵取他们能够自由营业的权力 但是西方媒体看得很清楚 把它称之为 雨淡革命 因为在这暴乱的过程当中 本土民主前线所喊出的口号是香港建国 也就是要港东 这是一个比较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跟去年十一月份 区议会选举当中 一些在占领行动当中 涌现出来的年轻人 所谓善后组织 善兵参加选举的时候的表现来比 当时他们也不知道 战中行动对他们是有利还是不利 所以有些人是隐瞒了自己善兵的身份 更多的人不是走成一个团体 而是一个个别人士的身份参选 也没有喊出特别的政治口号 但是在旺角暴乱以后的二十天 也就是今年二月二十八号 新界东的选取的补选的过程当中 旺角暴乱的发动者 本土民族前线的梁天齐 已参加暴乱以后 被警方拘捕保外的身份参选 坚持港独的口号 却得到了六万多票 所以旺角暴乱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标志着香港政治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了 由过去非暴力开始向暴力转变 由过去仅仅是要求真普选 开始向港独转变 这是我来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当前的香港形势 政治矛盾 经济矛盾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是从二十大战以来 香港曾经面对过的 三次最大的困局当中的最后一次 最近一次恐怕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二十大战以后 香港面对的第一个困局 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英国能调整了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加上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 中国资源朝鲜抗美援朝 英国和美国一起 在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禁运 切断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 这是第一次困局 第二次困局就是久期回归 现在又问到了第三次困局 这第三次困局为什么比前两次严重呢 因为是内部和外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 各位在座的可以想一下 我们今天面对的香港经济形势 是你们所满意的吗 是你们在最近二十年来 不是遇到过最困扰人的地方吗 二十年来 香港经济没有新的产业 我们依然靠地产业 靠金融业 从2003年以来 靠内地游客为主的旅游业 现在内地游客明显减少了 旅游业进入了冬天 零售 负增长 影响了香港的GDP 我们长期以靠地产业的后果是什么呢 是我们面对两难 为了维持GDP的增长 地产的价格只能升不能跌 但是地产的价格不断地升 造成了贫富差距 特别是造成了年轻人没有能力 去购买房子 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我们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二十大战以后 出生的香港人 现在都已经加入了退休的大军 香港面对着人口老化 退休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 现在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忧愁 老年人有老年的忧愁 中年人的负担最重 但是中年人的状况 基本上停止不行 我们从内地的矛盾 是二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候 面对这么大的社会矛盾 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 我们的政府却是历来最弱的政府 我们的行政和立法的关系 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关系 上星期五结束的最后一次立法会会议 是在拉布森当中结束的 过去每一家立法会的最后一个会期 都有一个告别仪式 让官员和议员们说一些相互客气的话 但这一次是在相互斗争当中结束的 解决那么多的问题 凡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不是短期没有输成的办法 所以我们准备要有五年到十年困难的日子 要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要守住两条底线 一条非暴力的底线 意见再分歧 矛盾再尖锐 要坚持讲道理 抗争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第二条底线就是不能搞港独 香港没有任何条件独立 没有任何本权独立 追求港独是一条死路 守住两条底线的同时 要坚持一个方向 这就是在一国之内 他们说两种不同的制度 怎么能够相处 怎么能够使得大家都往前发展 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这个比方不科学 但是能说明问题 就好比两个人住进了一个房子 没有任何选择 谁都不可能离开而生存 而且必须长期的共处下去 在这个时候就要面对现实 学会认识对方 欣赏对方的长处 包容对方的短处 找到相互能够互相促进 共同前进 共同进步的方式 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真理 只要我们坚持这样一个方向 输出两条底线 我相信香港有足够的智慧 走出这第三次困局 当前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 我们面对的全球形势所发生的变化 是二十大战以来 香港人所没有遇到过的 五十年代第一次困局 香港人靠什么来解脱 是靠西方国家 靠在跟内地基本格局的状况下面 靠西方香港发展的经济 九七回归的困局靠什么来解脱呢 靠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靠内地改革开放 走市场经济的路 是香港人对内地的经济产生的信心 还有一条靠什么呢 靠走 走到加拿大去 走到澳洲去 走到西方国家去 拿外国护照 找一个保险的地方 然后回头看看 九七年以后没有变 内地经济越来越好 西方国家的发展机会不多 于是大量地回流了 第三次困局靠什么 除了两条底线要守住 一个方向要坚持 还要就是认识这个世界变化的大势 今天西方国家陷于空前的困局 英国公投脱欧了 可以相信未来的五年十年 英伦三岛和欧洲不会太平 美国十一份大选很可能 是共和党的川普上台 这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西方所陷入的困局 不仅是二十大战以来所没有过的 甚至是几百年来都没有过的 所以我们要冷静地想一想 香港是一条小船 全世界都是风浪很大 香港这条小船靠什么才能稳定下来 我当然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我不说 希望引起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自己思考 我们必须明白 香港的前途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要讲的 希望我的普通话 能够使在座的朋友多听明白 如果听明白的话 给一点掌声 要是明白了 谢谢 谢谢周八俊博士 我相信周八俊博士 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宏观的视野 给我们展示了 用很短的时间 给我们展示出了香港走过这个道路 以及今后面临的困境 他没有说出他的答案 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 会给出一个答案 好 我们下面最后有请的是何汉区何校长 为什么我们知道 今天几位讲者讲到的问题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是一个青年的问题 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而何校长是最有资格 就这方面跟我们来分享的 有请何汉区 好 谢谢主持 那么轮到这里 就是港姐里面就是压促 就是战斗的基本 那其实究竟香港未来的十年是怎么样 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都是教育的 其实 我先回应少少了請这么多位港姐 因为我在学校做惯总结 潘麗瓊說到為學生痛心,我是很同意 但我又不是很怪青少年的 特別是我用十八歲以下為例 因為十八歲以上你本身有個法定,你要負責 陳醫生畢竟是天下父母心,或者天下醫者心 他很想明年就立即有本叫做重生 不過我可以告訴他,沒什麼可能 陳莊勤律師,律師每一句話都不會亂說 他也說了未來他也不知道怎樣 我同事,不過如果大家用心搞好教育 十年或者二十年 周伯俊先生也說過未來最少十年或者五年 他也提出一些觀念角度 我自己為何不太怪青少年呢 我覺得關鍵是成人世界 其實講講讀,我覺得最不負責任就是成人世界 我覺得,而為何搞到今時今日呢 剛才邱總是給了一點任務給我的 就是希望我講一點歷史 我希望能夠五分六分鐘左右,能夠講到 其實現在香港呢 我們說英雄自古出少年 但是現在的英雄呢 是必須要問過暴力 好像要有暴力才叫做英雄 這是第一點 再衍生下去呢 就是教育呢 搞一下搞一下 你看大學有,甚至乎現在蔓延到中學 其實都是要問過暴力 要問過要違法 要問過要違規 那為何會這樣呢 遠的我不說,我覺得其實是三個年份 第一個呢 是2012年 剛才阿竹八俊先生的分析到2012年 相對於2016年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我自己讀歷史 2012年是相當嚴重的 這個是國民教育科推出的 這個就是教育局要負責 為什麼呢 其實一向以來 國民教育的根本在於國史教育 國史教育的載體是中國歷史科 但是教育局呢 十幾年前拆了那個中國歷史科 特別在初中 我當時在報紙說 我說你通識教育就金莊上陣 你國史教育就倉皇落馬 我其實還有一句 我說後患無窮 當時是十二年前 但是教育局拿著教育局在大琦的負責 當然是課程發展處最應該要負責 你想想到2012年 你就整個國民教育科去推國民教育 這個是政府第一次 國民教育科推倒是時小的 我覺得你令到政府的威信第一次這樣 是大幅的滑落是時大 然後2014年就是79天 我形容是什麼呢 如果說要負責的話 就是違法清義的提倡者 我覺得是要對歷史負責的 為什麼可以整個違法清義出來呢 我覺得79天 我們說是佔金 霸就霸著霸 霸王 就堵塞銅鑼灣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一直發展下來 然後2016年又更加大劑 就真的是王國暴亂 這個是暴力 這樣去解決問題 我自己認為 不下於以前的暴動 我覺得 其實 香港、中國 中國、香港 其實向來以來 都是生命共同體來的 紅方的年代 我們不說 我們就由東漢很快講起 不過很快就完蛋了 大家放心 我們讀中國歷史科 我想在在很多朋友都應該說 我們一說到東漢 東漢就有深水埗的李靖屋村古墓 我們說到唐代 唐代就有屯門的軍港 我們說到宋代 就宋皇台 並且最近沙中線發現的 宋代的古井很清楚 我們無論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習性 都是香港中國 中國香港 你說去到鴉片戰爭更加 我們說 大家今年知道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的150周年 孫中山先生是甚麼 大家很清楚 他深愛中華大地 然後提倡辛亥革命 然後他提甚麼 是博愛 他提甚麼 他說全世界要平等待 我們國家的民族 他要提倡五族共和 他提倡五族共和 他提倡全世界要平等待 我們國家的一個為原 我們再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跳到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 我們每年是維園見 是見甚麼呢 三個關鍵詞 一個是香港 一個是愛國 一個是民主運動 三者是必須要結合 才有生命力的 你說如果 我們看 換到今天 我們看書展 香港的書展 是全世界比 到現在 都很獨特的 為甚麼獨特呢 他開放 他港納八串 變成村流不息 他不會只看自己在香港的書 如果這樣玩完 我們說最終 我很想提出 香港要的 是獨特 我們不是要獨立 而獨立將會帶來甚麼呢 不是單單成事不足 拜事有餘 如果你從2012年看 到2014年 到2016年 我很擔心到2018年 不知有甚麼事情發生 在選舉上 我很期望 左中右後國 政黨政團 意見領袖 傳媒都是 我覺得 香港 中國 中國 香港 生命共同體 是真的不要把它抹開 如果我們說 我最後的結論是甚麼呢 根據日籍學者福山所說的 我完全同意 一個社會的運作 必須有三方面 政府的效率 第二 法治的健全 第三 是民主的權利 三者是不可以偷工減料 但是 要有先後次序 我都期望 剛才這些觀念 香港 中國 中國 香港 政府的效率 政府的法治 和全民的民主 我覺得 我們 不是單單是選舉這一刻 我覺得 有人問我 究竟如何跟學生說 如何跟老師說 如何跟校長們說 如何跟校長們說 未來的十年 應該 國民教育 公民教育 如何推動 我說必須要回應三方面 如果你沒有這三方面的話 我覺得你一定是偏費 第一方面 要有香港心 第二方面 有中國情 第三方面 有世界觀 你試一下現在看港獨 它有沒有中國情 沒有 所以哪裡有世界觀呢 反過來 如果我們單單 經常都是大陸的 老實說 我們都要問 我們國內的人權狀況 的確是做得不好 如果我們都不承認的話 那你哪有香港心呢 因此你也沒有世界觀 所以 我很希望 意見領袖 我希望媒體朋友 你報導任何新聞都好 真的有香港心 有中國情 有世界觀 我們作為教學工作者 大學教授 特別是搞法律的 我想請你 真的要有這三方面 香港心 中國情 世界觀 如果不是你配什麼 在一間 已經很早已經國際化的 一間大學裡面教書 無論哪一間大學都這麼說 中學如是 小學也是應該這樣 好嗎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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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校長 與眾欣賞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他的這一番深情厚意 香港心 中國情 世界觀 非常重要 何校長 我們現在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有QA 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有什麼問題 向我們台上的講解 大家可以彈出來 好 這位朋友 Testing 聽不聽到 OK 大家好 我也是一個很痛心 香港現況的年輕人 我也對於現在 香港暴力的狀況 是非常痛心 但我想提出的就是 為什麼暴力會出現呢 是因為本身的理性已經失效了 看回我們香港政府幾年的施政 法治的確 憂生所說 很重要 但是 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 處理這方面 仍然是做得不夠呢 為什麼 特首可能涉及 涉及一些利益輸送 或者涉及一些 潛建問題 但是政府 到現在還未處理好呢 為什麼有部分 我們香港高質素的警隊 可能有些害群之馬 他們去打一些圖人 但是為什麼政府 法律 處理不到呢 因為香港 現在的法治受到衝擊 是因為 在上位者 自己本身都不能夠好好的遵守 所以 在下位者 普通市民 就會去違反 我不知道台上的港者 同不同意 另外就是為什麼香港會出現 本土 甚至是更嚴重的港獨 其實是跟中央政府的干節過多 是有關的 為什麼在2014年之前 沒有什麼人提出港獨 偏偏在今年 更加多人提出港獨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Under 一國兩制的情況之下 香港 有所謂的真普選 其實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所以 有部分人提出港獨 我當然不是提倡港獨 只不過我想說 一隻巴掌是拍不響的 其實 兩方面是需要 中央政府和香港 是需要好好地合作 就是 怎麼說呢 不可以單單聚落去其中一方 而完全不理香港的獨特性 好像台上港姐所說 謝謝 好 這位經理朋友 在一個short speech 哪位可以 Respond 有總 我先和這位年輕朋友 大家交流一下 我想 香港主流的輿論 其實是希望爭取香港一個 全民的普選 和一個法治的社會 和中國大陸的關係 香港的意見領袖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共識 我們能夠在權力面前說真話 不能夠說 因為我們有中國情 我們就去掩蔽中 很多黑暗的真相 這件事是香港的重要媒體的自我奇許 這件事是香港 能夠成為民間中華的力量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去反對港獨 我們去反對分離主義 我們反對旺角暴亂 我們並不是去為中國共產黨來辯護 我們並不是去為某個香港的特首 香港的政府來辯護 我們是為一個香港的法治 是一個民間中華理想來辯護 正如何校長所說 香港和中國 中華大陸的那種深遠的歷史 是應該超越政權 超越朝代 超越政黨 如果我們站穩在民間的立場 我們站得很穩 我們不是說 可以為某個政黨 某個政府來辯護 而是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辯護 我們是為香港的民主法治來辯護 這件事我覺得是能夠團結更多的人 如果你說 因為共產黨的干預 或是任何的濫權 我們去搞獨立 其實這就剛剛中了一計 因為 他就把很多問題 來壓你 哇,你們這些港獨佬 就來鎮壓你 這件事去鎮壓你 是獲得絕大部分的中國人的支持 反而 就把中國大陸的民主和法治的發展 全部失去了焦點 轉移了視線 在英文來說 有個字叫 Red Hearing 就是說 轉移視線的羞恥 這件事其實是很危險 等於創造了一件事 是被共產黨打壓你 所以我覺得 回復 學校所說的歷史中華文化中華 我們站在民間中華的立場 是怎樣 將香港人爭取民主法治 是跟我們整個中國大陸 爭取民主法治的力量結合 因為你不能夠想像 只是七百萬人的民主法治 而你十四億人是 長期在政治發展 沒有任何進展的時候 我看不到有太大的希望 所以 香港的希望 其實是跟中國的民主發展 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件事 是必須要走出那個 港獨的誘惑 而能夠跟中國大陸的改革派 中國大陸的民間的中華力量結合 我想這件事才是香港的希望 多謝大家 學校長 我也要補充一點 接著邱總所說 和剛剛各位朋友提出的問題 我覺得 剛才那位朋友提到 一條索冊 是否一樣 又好 一巴掌 又有問題 首先 我首先說 我很明白 跟政府交手 你所帶來的那種的危機 你所帶來的那種的猛震 我是深有同感 等於我十幾年前 我提出中國歷史的科目 是要獨立必修科 輿論上 政黨左中右 都是拜我的觀點 不要說外 不要說我了 我們的志同道合 是為國民教育 根本在於國史教育 國史教育的載體是中國歷史科 這一套 但是它是不動就不動 來到現在 仍然是這樣的情況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的新高中民民市 六萬七千多人 剩下六千多人都不夠 去選中國歷史科 他們都覺得沒有問題 我先跟你有一個同感 但是 我們又要看到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究竟 即是說 九七前的民主 和九七之後的民主 發展 究竟是多了 還是少了 我相信 如果大家這樣一稱 又確確實實是多了 這是第一點 而民主 如果根據我剛才提倡 福山的理論 你必須要有效率 你必須要有法治 然後有民主 是這樣的角度 再來說 我覺得暴力這件事 不要給任何藉口 真的不會給任何藉口 暴力就是暴力 就不能夠說 政府這樣 我便動你 我立法會 老實說 你不斷地點人數 不斷地點 其實我覺得 真是另類的暴力 不過都比你去放火燒屋 暴力 我覺得不要給別人 也不要給自己 有一個藉口 否則的話 香港一直發展下去 不堪設上 和平非暴力 我用幾個字去形容 和平非暴力 是太重要了 我再說一句 這位朋友 剛才你提起一句說話 我也想 借你一個機會 和你聊幾句 你提起 你說香港的警察 有些害群之馬 有時也可能 使得 社會覺得香港的警察 有些無法無天 或者黑警 大家聽了很久 我自己過去那三年 在獨立監察警方 投訴委員會裡面 就是在監禁會 未入這個會前 其實我也不認識 我想說一個公道的說話 香港的警方 是有兩層的投訴架構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任何人 對警方有任何的看法 你可以去這個CAPL 就是Complains Against Police Office 就是警察投訴 你可以去投訴 當時人們說 會不會自己人查自己人 我過去那幾年看到 他們是相當嚴謹的 因為他們都不想 你所謂的 害群之馬 影響他們聲譽 他們做完之後 會拿去給一個 有百多人的辦公室 裡面的 獨立監察警方 監警會 亂做 在每個CASE 去看之餘 是有社會人士去監察 每個CASE 而每個CASE 有五六個委員 即我們五六個人 我們大家是不會談 只是看個CASE 覺得他們出來是公不公道 今天我沒有事實 可以告訴你 我覺得他們是不公道 所以我們想還給 那兩層架構一個公道 你也看到最近 有不同的事件 例如七警事件 已經在刑事處理中 另外 也有一個 朱經緯警司的事件 如果你記得 當時社會很大的迴響 那個結果 雖然監警會的朋友 大家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個結果 都認為他是有問題 我們是不接受警方 說他是沒有錯的 這件事 警方也繼續追究 所以 可能有時候 媒體的報導 令你覺得 警方的投訴 是不公道 但我想跟你說 我自己的專員人士 我獨立去看 我看不到 又值得去擔心這個情況 當然 媒體去怎麼報導 我們也控制不到 但我希望 你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 自己獨立的思考 你看到背後的理由 多謝你 我想說說 其實政府施政失效 有很多原因 我想說一個微觀的原因 例如 我自己的工作 也是 跟很多政府部門 有交手 例如 最近 我感受很深的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有一個客戶 她是 有一間戲院 戲院現在 你也知道 是不能做的 尤其是那些千多個位的戲院 她申請 她在某個大屋邨 裡面的戲院 已經是沒有做了戲院 十幾年 一路破舊 骯髒 她想申請改變 一個商場 找地政部門去搞 但是 地政部門竟然 可以這樣的 她說 有個區議員反對 所以我們不會處理 你先搞定這個區議員 政府施政失效 很多原因 有時候 因為這些公務員 她不敢行使著情權 因為 民間的聲音實在太強 一個區議員 就可以搞定你整個計劃 我說 她反對 她有沒有反對書 她給我 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區議員 給居民的 一份宣傳單張 反對書 我說這樣也可以 我們如果要向政府申請一些東西 要寫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但是 一個民意代表 她反對 只是給她選民的一張單張 已經足以將整個計劃 是不用做的了 你看到這個情況 就說 政府的施政 其實 失效 是很多原因 當然 民意的高漲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想說一下香港的獨特地位 就是我記得很多年前 有些年輕人提醒我 很多年前 我聽到那個長輩說 香港是什麼呢? 香港呢 就是由於唐太宗的偽政 再再 如果讀過中國歷史 知道偽政是一個什麼人 偽政就是 我們在歷史上說 以同為鏡 可以知輕人提 即是說 其實他是 是唐太宗一個 奸臣 即是他很多時候 給了一些 意見給唐太宗 而唐太宗很不高興 幾次都是要殺他 但是都聽過他說 我們香港呢 對於中國來說 就是唐太宗時候的危證 我們說了很多話 中國 中央政府可能不喜歡聽 但是這個正正是香港的價值 我們有我們的言論自由 和我們夠膽說 那麼這個呢 才是香港的定位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 擺脫中國 而是說我們要 engage 我們要 要真是 有一個中國的心 想中國好 我們給他意見 那麼如果說普選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 當然我們會 對於 中央政府的決定 人大的決定 我們會失望 但是呢 我們是 我一直都鼓吹 就是說 我們從長遠一點的角度去看 我們循序漸進 我們多給點耐性 代著先是沒有錯的 如果我們代了的話 即是我們說今天 很多朋友說要ABC 多容易做到 但正正因為我們沒有代著先的時候 你覺得是多麼艱難呢 就是這樣 對嗎 對嗎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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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特別問一些問題 不過寬恕我呢 也說說我的感受 我對這本書 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之前揭了幾頁 知道原來是說旺角暴動 不過來到這裡說 當我一直聽的時候 我自己比較想傾向 覺得各位講者 是傾向了某一種立場 這種立場就像中國的官員 對我們指著我們說的說話 那種感覺 不好意思的感覺 我自己會升起一些說話 就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是用不干和槍干去統治人民 在佔中的時候 很多人走在金鐘的路 看到一些學生的說話 其中有一句說 你們是逃避共產黨 而走到香港 為何要把我們送到共產黨的手裡 很多人都感動 我碰過一個青年人 他放下一份工作 用剩下的錢 在那裡鑄手 他說我跟你們說話 行不行 我當然很歡迎 他說為何像你這樣一個年紀的人 你會來這個地方 八成以上的都是很年輕的人 我見過 無論如何 我想講三個例子 其實我們大家都愛香港 第一個例子就是佔中的之後 我回到廣州 我有一個親戚 我問他對佔中的認識 他說 嘿! 是一個大笑話 他在那裡不知道搞什麼 但他們唯一接觸的 就是上面的言論 這就是一個不干的控制 我會讀過1984 我會讀過Animal Find 我會有很多的對比 第二個就是 前幾天都有一個 一個進來香港 已經做了五十多歲的女性 她從內地下來 其實她不理政治 她只是理她的家人 不過她也說了一句說話 她說 如果我在大陸 她要抓你就抓你 殺你就殺你 我怕香港會變成這樣一個國家 連一個人都說了一個 心裡不理政治 不理發生什麼事的人 但她的眼睛仍然有另一種的說量 我不是要攻擊中國 我會回去中國的裏面做義工等等 但我真的想問 到底我們怎樣 大家一起圍到香港 來努力 對不起 因為我們這是My Speech 是一個 不好意思 我想說這幾個 我現在收聲 謝謝 另外一種立場 潘小姐有沒有些事可以跟她 很感謝這位朋友 講一下你的觀點 首先我和John 我對於中國有很多的做法 我都很不同意 我都在我的文章写过 例如毒奶粉事件 甚至如果同楼湾书店事件 中共的处理执法 假如它是在香港境内执法 我也是很不同意 包括最近外长在加拿大 训斥那个记者 我立刻写文去说这件事 所以我想我们不是说 中国政府说什么就什么 我想不是这样 我也不觉得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 譬如在旺角暴动 我今次主题讲过 对于那些人在街上挖砖 打警察、纵火 那你又怎样看呢 我想这个已经是绝对 我不可以同意这件事 我已经不是觉得 我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 不是不是 我是一个人 一个基本的人 在我说的说话 也在说我们追求民主 说言论自由 我对于一些人 当对方不同意我自己的说法的时候 接着我可以去 侮辱对方粗言谓语 或者打他方 或者打记者 我对这些东西不同 我想我是一个很基本上的人权 是国际上一个很公认的 最基本的标准去说的 可能我知道我们这样说 我自己写了不久的文 我发现当我说这些观点的时候 我已经被不同的人标签我了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在网上被人骂我 粗口骂我 其实是习惯的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好 我觉得我们租集民主自由 一定要用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方法去追求 我不相信用现在我看到梁天琦 周永康或者冯敬忆那种方法 是一种可持续性 而且得到比较多香港人支持的方法 我是真的不相信的 还有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整件事件上 尤其是学生是棋子 他受到很多更加成年的人 甚至法律教授影响 做了一些很愚蠢的行为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过去几年 刚才河汉权校长说的 整个过程是一个权力斗争和夺权的过程 包括港独也是 其实港独是一个在泛民里面 从一个老大哥 说的是民主党 民主党大家记得 六四之后不断说什么民主中华 什么中国心 但是如果要一个新冒起的一个 就是泛民里面的路线 一个极端一些的 他最好的夺权方式 就是一个新的提议 叫做港独也好 这个是最容易夺权的 或者整个国民事件 也是一个夺权的行为 因为他打倒了政府的政策 是将政府的威信 狠狠地刮了一把 接着我刚才说的和平尖宗 和平尖宗失败了之后 其实兵分几劳 我们后来看到旺角暴乱 其实是一个夺权的过程 是拿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 是拿了一个权力回来 包括打警察 其实打警察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警察是一个权力的代表 香港的权力的代表 所以欲警这件事 不是只是对欲 侮辱那个警察 而是对于整个香港的权力 亦是去剥夺这个威信 其实这是一个夺权的过程 我觉得背后会有这样的看法 多谢师傅 对不起 我想说说我自己的观感 就是我们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说其实为何港独出现 或者自决自治的要求为何提出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很大程度上 因为静民地政府的缓冲没有了 香港人面对的 就是这个女士所说的 一个不民主 极权 压制民主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政府 面对一个这样的政府 所以 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抗拒 就是说我要摆脱它 于是自决的要求提出 港独的要求提出 但是如果看回头 就刚才日本人也说过 以前的 所谓的追求民主的人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 香港的民主 如果中国没有民主 香港是不会有民主 所以他们也是同时要求 可以尽一分力推动中国的民主 但是似乎港独 或者自决这个要求提出之后 就是说 他们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说他们 我们不要理中国 我们自己香港搞自己 而引伸到什么呢 无论说 禁广大校委 或者围堵他们 至于打警察 就将这个极权的政权 投射在香港本地的政府上面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他变成了把香港政府 就是这个 北面的 不民主的权务政府的代理人 把香港支持他的人 无论这是李国璋也好 就是他的代理人 在执行他的事 全部将他这样标签化之后 所以就一触干地 对抗他们 或者打击他们 但这件事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香港 其实是 你不同意他 不要紧要 但是你不可以 把他变成了一个极权政府的代理人 你这样对待他 不是这样的 他有他的独立性 就算是香港政府 无论是律政司也好 特首也好 是有他的独立性的 你不能把他这样 简单地说 他就是一个极权政府的代理人 而这样来 我觉得这样 是非常之危险的 我又补充一点 其实 刚才那位朋友 是很快趣 将我们 这么多位 由归边同一个观点 其实 我很早的时候 已经带出 这个是香港的迫处 发展到 同路就是朋友 对面就是敌人 我觉得这个很弊家伙 如果你说 要同一类观点的话 我不知道几位同不同意 我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香港心中国情世界观 并且是见及理及的 我觉得是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觉得 如果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英国殖民地统治时的政府 大家用摆事实 讲道理 说感受名思 便向前看 究竟民主多了 或者少了 其实是可以有数计得到的 我觉得 当然你问我 我满不满意 我还未满意 但是不能够 因为我不满意 我就去扭曲了那个事实 然后就会说到 现在水深火热 现在民主大倒退 坦白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其实现在香港是有这个现象 我就期望真的不要这样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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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都可以普选 或者争取民主 或者争取自由 就可以为所欲为 根本 已经完全是非法 还有一件事 有些朋友跟我说 喂 港大陈文敏 这个法律学院 他的门徒 门生 遍布香港的司法界 会不会有黄尸带的法官出现呢 警察捉人 就法官放人 令很多香港人 是很担心这个法律的基石 是根本已经歪曲了 那么这个问题 根本呢 亦都是破坏了这个法治精神 现在令人对这个司法系统 是不是公正呢 都存疑 这个呢 就刚才你们台上这么多位 都经常都说法律 智常 香港是賴以成功之道 但是呢 现在香港市民反而 特别是所谓什么大壮党 什么党那些 就更加令人反感 令人所说的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说为香港的市民谋福利的 那这些所谓法律界的人士 包括 虽然我得罪了台上的位陈律师 但是令人对香港的法律界 法官也好律师也好 是几反感的 OK 好 多谢 多谢 好 陈律师 既然提到我呢 我也要回应一下 其实呢 最近有些人说过 究竟呢 法官可不可以批评 你可不可以骂法官可以批评法官 我记得在湯家华 前议员的一篇文章 他也说得挺好的 他就说 有些人就说 你不可以批评香港法官 湯家华就说 如果这样的时候 同一道理 我们也不能批评国内的法官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天都在骂国内的司法制度 我们每天都在骂国内的司法制度 我们每天都在骂国内的法官的判决 同样地的时候 香港是一样的 就是 当然 按审的时候 你不可以评论 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 但是 究竟案 终结了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这个法官如何判法呢 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 我们有一个制度 就是说 你不同意他 不要紧要 你可以上诉 上诉再不行 都不紧要 可以再上诉 我们最重要的是 维持这样的机制 所以你说 你 可能 当然有些法官 判出来 有些人觉得不满意 然后他就会说 他是不是黄丝 他是不是蓝丝 但是 我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我们最重要的是 守住我们的机制 所以 就是 你看到很多案件出来的时候 有些人 判他赢了的时候 他说 我相信香港的司法 判他输了的时候 香港司法不公 这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 当时一时的情绪 反应的 说话 但是 最基本来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制度 有信心 才是最根本的 这件事 所以 为什么呢 我自己一直都强调 就是说 香港 一定要守住 法律的底线 我都想 最后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会 其实是强调一个法治 以及我们香港的前途 也是大家心中 一个很大的 一个 关注 究竟我们 十年之后 我们会变得更好 更差 刚才陈医生说 我们希望 明年 我们能够办一个 同样的讲座 是讲香港的重生 我想香港的重生 香港的未来的发展 基本上是看我们 如何坚持法治的精神 以及香港的民主发展 我相信 其实有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实现 现在全球的政治学的 最新的考虑 就是说 有没有良好的管治 good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就是说我们的效率 我们对追求社会正义 和落实程序的正义的追求 这是很多方面 以及整个政治的文化 就是有一种所谓我们的容忍 刚才说 跟你意见很不相同的人 但是我们 用我们民主西方的理念很重要 就是福以太所说 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但我要保卫你所说的权利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精神 所以今天 我们能够在这儿 很平和的 很理性的 大家来探讨香港的前途 我们不会用拳头 用武器 用口水 用粗口 来辱骂对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如果香港 能够继续 像今天这样的精神 能够很和平理性 来探讨我们的前途 来不断地 考问我们内心世界的理想 如何能够扩散到整个城市 我们可以预过一下 亚洲周刊 为今次扮演这个讲座 在最后一天 在下周二 二十六号 我们请到很重要的一位作家 龙英台 来说很重要的主题就是 傾听 前听 即是说要很 listen carefully 即是能够跟你完全不同背景 完全意见相反的人 要了解他 要深入跟他交流 而不是说 是跟自己有自己抱团取暖 自己过一下瘾 然后见到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就在跟你说粗口 辱骂别人 而是不去理解对方的理据 和对方的感情 这是我们亚洲周刊在全球患 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性和平的理想 我们也希望 我们能够将今天的讲座 一种精神延伸下去 多谢大家 多谢邮先生 多谢各位讲者 更加多谢我们今天这么多朋友 大家一起分享 接下来我们的新书发布会就结束了 多谢各位的参与和来临 不愿者 都是不愿者 不愿者 都有请 Nixon